这集我接着来说翁腾河 我之前说过我不太喜欢枪流 因为我是从中国开放融入世界这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 所以我认为只要是阻碍了这个进程 而且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可以兢兴乐道的贡献 那么我认为这样的人就应该是历史上的复原人物 但是最近我改变了看法 我感觉贫加古人还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比较合适 即使这样我还是认为翁腾河不应该值得肯定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 翁腾河被开圈以后当时人的一些看法 光绪帝有两个闯城 除了翁腾河还有张英桓 翁腾河是户部尚书兄弟大成接总理阳蒙大成 而张英桓是户部左侍郎接总理阳蒙大成 户部就相当于今天的财政库 翁和张是户部的一二把手 在总理阳蒙也是同事关系 关系这么近 翁腾河被开圈 他居然事先毫无反应 也可以看出翁腾河被霸制的突然性 按照张英桓的日记记载 这一天直到中午 他才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感到非常的诧异 赶紧去拜访翁腾河 而且还询问了庆庆王 想打听一点内幕消息 后来他向日本光使透露 翁被罢免 是长期以来积累了结果 先是甲不堪战 导致了目前的控局 之后他在主政期间 一些政策都不合时宜 再加上他的专权 所以导致了这个结果 从张英桓的说法可以看出来 翁未开圈 光晴王的一眼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翁腾河这次被开圈霸制 相当于让他提前退休 养老去了 等戊戌政变以后 又给他加重处罚了一次 说他赖帽匪人 说的就是他保语康永为这件事 有不复用 交地方官员管制 相当于把他软件了起来 网上有些人 把这两次处置弄谎了 当成了一次 也就是戊戌政变以后的这次 所以才会得出错误的判断 觉得主要的原因 是支持戊戌变法 对于汪腾河来说 这是不幸着的慢性 至少保住了一条面 如果他不是先被开圈 那么戊戌以后就不好说了 别说你是帝师 在慈禧太后跑到西安以后 一度准备杀王腾河 还是柔露出面 打消了慈禧太后的念头 汪腾河属于清流派 一开始横比是洋务 但是不当家不止柴米油也贵 后来他主政期间 他的政策就遭到了很讹人的不满 甚至包括他的盲人 比如王清志这个人 这个人在甲午期间积极主战 汪腾河被开圈以后 他也记载了相应的评述 他说汪在主政期间 是交州 是屡重 是各种利益 为了弄钱 还加税 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汪腾河难逃后世的骂名 汪腾河的名声确实不好 但是主要的问题是甲午战争 后来他当政期间也没有办法 谁来负责都一样 刚毅这些人上位后 确实比较强硬 结果就是耿子国变 所以也没有好下场 对于李鸿章的怀戏来说 甲午战争 他们的损失最大 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幸灾乐祸 觉得对汪腾河的处罚太轻了 这是他最有应得 咎由自取 对于江城来说 看法就不一致了 比如张之洞的一个幕僚记载 汪腾河被罢免 主要的原因是他举接了康永维 这种记载非常具有张之洞的特色 张之洞最开始很欣赏康永维这个人 康永维在上海办的强学报 就有张之洞的赞助 但是后来因为证件的不同 两人闹斑了 张之洞写确学篇 主要的目的就是反击康永维的学说 对于刚毅徐同 这些极端的保守人士来说 那就落井下石 包括戊徐以后 处罚汪腾河的诏书 就是刚毅起草的 在这些人看来 汪腾河是维兴人士 变法就是改变大型组织 而他们身为满城 有责任来维护祖宗之法 康永维这些维兴人士的看法 那就非常的肤浅了 比如翁刚被开宣时 梁启超给别人写象 认为翁被罢免 主要的原因是他阻止慈禧太后 去天津阅兵 后来他们跑到海外 一直都把汪腾河当作 中国维兴地义导师 汪腾河去世时 康永维还写诗纪念 在表达惋惜之情的同时 诉说着对慈禧太后的不安 可以想象 康永维跑到海外以后 最恨他们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汪腾河 另一个就是光绪帝 汪腾河当然自己也有看法 虽然他嘴上说 身为人称只能听命 但是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来 他认为这是有人在排挤他 而这个人就是刚义 所以这就是汪腾河 保守的认为他是维兴派 维兴的认为他是保守派 例外不是人 没一个人说他的好 除了他的家人 和一些强健的盲人 也不知道汪腾河有没有反思 这所有的一切 都要追溯到家务开战 所以他最后的结果 也不算太冤 梁启朝鞋李鸿章传 为李鸿章感到惋惜 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李鸿章不学无术 其实这四个字 可以套用到所有人的身上 汪腾河也是一样 我可以套用到所有人的身上 我可以套用到所有人的身上 我可以套用到所有人的身上